第173集 不过只有半个小时 得抓紧时间 宋清正爬起来 将需要的课本带上 兴高采烈地去了隔壁 他站在门口敲门 进来 两个字依旧是那么冷 一点温度都不带 宋清诚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推门走进去 一眼没有看到纪正亭的人 宋清诚又朝沙发那边看过去 果然 他一身黑色睡袍坐在沙发里 修长的双腿交叠 一部iPad摆在腿上 细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 仅仅就是这样 他也是一道迷人又独特的风景 房间里 璀璨的水晶灯再亮 各种艺术画册再美 也不敌他耀眼夺目 纪正亭看上去很认真专注的样子 让人不忍心去打扰 看着看着 宋清诚就入了神 纪正亭确实在发一份重要的邮件 发完之后才意识到 来人迟迟没有走进来 纪正亭侧目 将他的目光捕捉在炎底 宋清诚抹地回过神来 仓黄地将目光抽回来 脸上一阵烫热 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看他都能看出神 关键是还被人抓住了 宋清诚干咳了两声 我看你在忙 所以就没有打扰你 你还有二十五分钟 他一点都不领情 宋清诚赶紧走近 将课本放在茶几上 找到自己做了标记的页面 从这里开始 后面应该有好几处 宋清诚指给他看 纪正亭直接将课本拿过来 大概过目了一下内容 就将课本还给他 然后开始给他讲解 宋清诚在一旁 很认真地听着 然后做好笔记 担心自己记性不好 一转眼就忘记了 时间不知不觉 就过去了一半 但他们的题目 才看到第三题 纪正亭很认真 一丝不苟地为他讲解 像个合格的老师 在家小朋友一样 很有耐心 宋清诚听不明白的地方 也会主动问他 一本课目结束后 宋清诚感觉脖子和肩膀 都僵硬了 活动了一下 准备继续的时候 男人却合起了书本 今天就先到这儿 说吧就要起身 宋清诚连忙抱住他手臂 好像担心他会跑掉一样 半个身子都拖着他 还有两本呢 纪正亭侧目看了他一眼 又扫了眼被他抱在 怀里的手臂 不语 但目光却深邃有力 只一眼 宋清诚便后知后觉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 善善地松了松手 将身体退了回去 宋清诚以商量的口吻 跟他说 要不再帮我看一本 这本只有几道题 小猴不应该熬夜 他收拾自己的文件和电脑 那你什么时候再帮我补习 宋清诚知道 他说出来的话不可能轻易改变 而且现在的时间 已经超出了他刚才所说的时间 自己现在谎称怀孕 也不宜熬夜 纪正亭没有给他答复 宋清诚知道自己等不到答案了 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课本 起身离开 刚走了两步 他脚步又顿了下来 颇为不快地强调 我不是小孩 我已经二十了 过完年就二十一了 你见过这么大的小孩吗 纪正亭看着他那倔强的背影 无奈地摇摇头 第二天是周末 宋清诚很早就起床 打算去郊区看一下房源 正好 新月可以开车带自己去 这样方便多了 新月开车在路边等他 宋清诚上车后 给了新月一份早餐 是宋清诚早上在厨房拿的 特地拿了两份 两个人在车里将早餐吃完 然后才开车离开 真的是进入冬天了 早上的气温特别凉 空气中笼罩着一层 蒙蒙的薄雾 事业不是很好 新月开得小心翼翼 四十分钟后 才来到一个房产中心 不过人家好像也是 刚营业的样子 所以 来早了也没用 工作人员热情地 给他们介绍了几套 不错的二手房房源 但宋清诚都没有中意的 不是房价太高 就是房屋太老 太破旧了 说实话 他今天就是来打听一下房价的 并没有真的要买的意思 一天下来 新月带他转了三个 靠市区比较近一点的郊区地点 有能看重的 也有看不中的 看重的房源 他留下了电话 打算还还价 看到最后一家的时候 房源并不怎么样 他也留了电话 并透露自己所愿意出价的范围 从房源中心离开后 新月还是很纳闷 刚才那套房子并不怎么样 虽然价格还适中 但清诚手里的钱并不是那么紧缺 不至于会看重才对的 为什么他还留电话呢 两个人离开后 新月忍不住问他 秦成 你不会真打算买刚才那套房子吧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当然可以买啊 宋清晨不以为意地回到 新月眉心一蹴 可是 那套房子格局并不好 虽然年代新一点 价格也还算合理 可我总觉得怪怪的 当然 你要是觉得舒服的话 那倒是可以另说 但是 我可得提醒你 买房子还是要看风水的 千万不能乱买 还风水呢 搞得你很在红似的 那当然了 风水好的话 将来你们家事事都会顺心的 但如果风水不好的话 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新月倒不是迷信 而是他爷爷 就是个很在行的风水大师 对这方面比较懂 所以他也挺相信的 宋清晨当然是听说过 风水这个东西 甚至听说过那些有钱人 花重金破风水之类的事 所以说 风水这东西 绝对是不可不幸的 那你说说 刚才那套房子 哪里风水不好了 宋清晨认真地问他 新月善善一笑 我哪看得懂啊 我就是跟我爷爷 学了一点三角猫的功夫 不过呢 那套房子在一条三叉路口 肯定不好 宋清晨对这方面不懂 不过也挺好奇的 真有这种说法 那当然了 不然那些风水大师 都靠什么谋生啊 看来我得请你爷爷过来 帮我把把关了 宋清晨半开玩笑地说道 那倒是不用 你有我在就OK了 新月跟爷爷一起住了那么多年 想一点不通都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